Hello 大家好 引领余Johnson 今天是2022年8月17日 今早早上了澳门电台的封烟节目澳门广场 和大家总结一下疫情特区政府的处理 出席的亦有两位政府方面的代表 分别是戴医生和林重医生 但因为时间所限所说的都比较少 而且有政府官员在的话 如果不视线或发言来说 肯定是以官员所说的事 肯定是占主导的角色 所以剩下给我们嘉宾的时间 亦是有限的 这也是很正常的 无论是主持或是听众也好 都希望多听一些政府官员如何回应 如何解释 我们亦都把握有限的时间 尽量说多些市民的心声 中间的言论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特别 很惊天动地 都是那些事情 如果大家有看我频道都知道 我频道也是这样说的 在电台公开的场合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真的通过今次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官方、官员所想像 和社会的真实感受 是差多远 继续回来我们讲长时间 今天有黄秀英和邝维敏 为大家主持节目 而我们今天邀请到山顶医院 医务主任戴华豪医生 卫生局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 主任林松医生 全新澳门协会副理事长恩兴悦 和街总社会服务办公室协调主任周远恩 四位都来到直播室 四位早晨 早晨 四位嘉宾 我们今天是专题探讨总结金波的防疫工作 618的疫情持续了个几月 本澳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化抗疫 金波疫情曾经单日新增个案破白 累计超过千百宗的个案 现在首先请山顶医院医务主任戴华豪医生 去总结一下金波疫情的工作 各位主持各位听众早晨 看回今次618疫情 我们特区政府都是继续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亦都是继续坚持我们动态清零的原则 我们较早之前 大家都看到我们制定了一个应变大规模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方案 今次疫情之后 我们一开始就按照这个方案 去迅速啟动我们的应变机制 在行政长官的领导之下 我们两大机构 一个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感染变协调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民防行动中心 这两个机构是协同去运作 去启动我们的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方案 大家看到我们实施了很多轮的全民检测 还有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 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快速抗原检测的一系列的措施 去全面提升我们的流调 转运隔离管控各个环节的处置的效率 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去全力去压止疫情的扩散 可以和大家汇报一下一些统计的数字 我们在2020年6月18日到7月30日 一共44天的时间 我们是累计发现了感染个案是1821名 感染个案是占了澳门总人口的0.3% 当中38.7%是有症状的确诊过案 也有61.3%是无症状感染者 在核酸检测方面 我们一共进行了14轮的全民核酸检测 也做了6次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 我们合共采养的人次是1173万的人次 在今次我们都实施了一个叫快速抗原测试 大家看到也要做 我们这个测试的目的 其实都是及早发现社会的潜藏个案 我们在疫情之中一共是收到上传的次数 是2187万次的上传个案 当中通过抗原检测 我们发现的个案是有419人 是占了所有感染者的23% 在流调方面 我们是一共为2.3万人 是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平均每日跟进是560人 平均每个感染者也都跟进13个人 是跟进的总人数 是占了我们本澳人口的3.4% 在封控区方面 我们总共是累计是有302个区域 是做了封控区 88个熊马区 301个熊马区 总共管控的人数是7万9千人 在这里也借此机会 要感谢所有参加今次抗疫的工作人员 正因为所有人员全社会的参与 才令到我们澳门的疫情 是得以迅速控制 在抗疫的清零期 去到拱布期 也都在稳定期 再入到现在的 我们叫做常态的抗疫阶段 社会真是已经回复正常的运作 居民也都如常生活和工作 也多谢我们电台 今次给我们机会 我们一起总结和探讨 今次的抗疫经验 也都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以及分享心得 欢迎听众打来 因为两位医生来了 也有两个团体的代表 来一起总结金波防疫工作 提一提 我们Facebook也是直播着 都有些市民可以留言 刚刚也有个留言 就说十多轮的全民检测 他觉得很难忘 这个暑假 大家有些什么意见 觉得怎样做好以后的抗疫工作 都打来说一下你的看法 金波疫情很多措施 刚才说是首次执行的 例如熊黄马区 一些院舍闭环管理 或者一些衣冠酒店 很多的酒店都变成了衣冠酒店 这些这么仔细的举措 值得逐一去审视 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存在 或者再听一下全新澳门协会副理事长欣兴杰 去讲一下你对于金波疫情 有什么首先应该检讨的工作 首先如果说金波疫情 其实社会的反应是相当大的 如果从整体来说的话 要评价这次疫情政府防控到底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应该客观点来说 分开几个层面 如果站在政府高层的决策 计划制定、执行等方面 社会公众的评价是相当之差 这是事实来的 官方经常说已经迅速了控制疫情 但都经历了四十多天 可能在官方的角度 或者在医学界的角度 觉得四十多天都是很迅速的 但在社会观感来说 四十多天已经是相当之漫长 这个不单是难忘 其实是一个恶梦来的 这个政府高层 他们的表现是不滞的 这个是社会很多人 都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这次高层之外 也有很多的就是 前线人员 义工他们的努力 加上全澳门大部分居民的 高度节律和配合 我们这次才可以在八月头 大概将这个疫情稳定下来 如果没有前线的人员 义工和澳门居民的高度配合 能不能够在八月头 将疫情稳定下来 都会逐一个移民 这个就是社会整体的观感 全新澳门的恩兴月 就觉得市民的观感 觉得四十多天是太长 太漫长 是一个噩梦了 山顶医院医务主任大华好医生 有没有什么回应 或者是怎么样 觉得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真的太长了 我想一场疫情 总是一个过程 这两年多三年以来 爆发的最大的一场的疫症 有这么多病例 持续这么多时间 其实我们看回其他地方的经验 其实我们各方面的措施 都是用得非常得当 刚才月哥都多谢他 都肯定了我们抗疫成果 至于高层低层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层 但是抗疫这个工作 真是由上而下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决策 一定就不会有一个好的措施 那我们没有好的措施 都不可能有好的抗疫成果 我想就是 就是由抗疫开始 我们都是上下一心去做好这个工作 那经验当然要不断总结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情况 也都不可以说 要靠有一个措施 我们一定是这样的 就要这样做才是做得好 真的要不断地看实际情况 再去做一些措施 林医生你有什么补充 补充少少少 首先就是非常简直 全体的市民 还有广大前线的工作者 在这次抗疫里面 非常支持配合政府的政策 这是抗疫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这个决策方面 大家要看到 就是Omicron这个病毒 从以往Delta 或者之前Alpha等等 是非常不同的 它的传播性和引力性是非常强的 你看一下内地有很多城市 有一个很大的城市 就是公共衛生 或者一定要服务人力 非常强的城市里面 在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们都是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 才可以得到控制的 而现在这个Omicron的疫情 在内地的城市 都是很多继续在爆发 以及非常困难地去处理的 我们在澳门 我们希望 对市民的影响比较少的情况下 去达到这个清零的目标 我们这个做法 我们没有完全的封城 或者完全的政态 在一个相对政治的状态下 都可以达到这个清零的目标 这个是内定专家来说 他们都觉得 可以很值得在新人去研究 学习的那个情况 大医生 有没有什么回应 是 多谢刚才这么多位听众的 以普贵意见 多谢对我们的工作肯定 其实很多人都关心到 今次抗疫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措施 大家都很广泛讨论 就是说 为什么不在疫情一开始 我们就实施政治状态 就是说 政态管理和全城禁足 其实你在医学角度 当然 大家全部坐在那里 不动 当然对疫情防控是好的 但是 站在社会管治的一个高度 真的要考虑很多问题 比如说 首先我们的社会经济方面 是不是要考虑呢 市民的正常生活 正常工作 是不是要考虑呢 还有政态管理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经验 就是 有些地方可以成功 但是有些地方 其实它 无论如何政态管理 都是做不到一个短期内 压止到疫情的 还有 压止不到疫情之余 它有一些刺身的伤害 其实我们都看到 所以 权衡各方利弊 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 没有实施到一个政治状态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去减少 很有效地减少人群流动 亦都结合我们的抗原检测 多轮的全民核酸检测 其实这个结果 大家看到 我们是很成功地 阻止了 疫情 在头两周 出现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中间当然 有些天气因素 人为人力资源的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 一开始 就做这么多轮的全民检测 但是在开始了全民检测之后 顺利开船之后 疫情其实就是受控的了 在疫情受控之后 我们再权衡各方利弊 再实施一个相对政治的状态 大家看到效果 那么迅速就 病例就开始变成个位数 跟着就清零 这样 其实这种做法 在中国内 很多文章 很多专家都认为 我们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这个经验也值得推广的 我们可以减少到 对市民的生活的影响 亦都可以有效地控制到疫情 这个是我们的 不过可能很多市民 都是有一个疑问就是 假设澳门真的再有疫情的时候 可不可以 就是已经有相对政治的这个经验 一开始就相对政治 很多市民都想问这个问题 我想我一次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真的要看回到时的情况 有多少病例 是不是到那个阶段 如果决策那个时机 何时开始相对政治 我认为都要到时再 又是要讲回一个词 就是动态 要动态研盘 恩庆瑜怎么看 就是有两位的市民 就希望可以尽早控制 那刚才你都觉得 40多日是太漫长的 你认为是一开始就要相对政治 还是要有什么的措施 只是医生就说也是要动态研盘 是 你怎么看呢恩庆瑜 其实动态研盘 這個詞已經用得很濫 我們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潮語 什麼都動態研判 不單止防疫 經濟措施 什麼都動態研判 但其實聽在市民的耳裡面 其實是很韌耳的一句話 沒錯 我們真的要動態研判一些東西 但我們必須在動態研判之前 要一個基本的策略 要一個基本的部署 基本的計劃 但在這次防疫裡面 市民最失望的一件事就是 原來我們經歷了兩年多的疫情 我們看到全世界發生什麼事 澳門都經歷過不同的情況 不過就沒有這次那麼大問題 但是原來我們之前已經做了 有澳門自己本身的預案 也都做過一些演習 講到萬事俱備 已經準備就緒 結果真的一出疫情的時候 就見真章了 我們社會的觀感 包括我自己個人也是的 我們整個特區政府 我們講的是高層 中層 低層 官員自己去行動 你自己在什麼層 但是在市民眼中 特區政府只有一個 高層來去都是那些人 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們沒有預案就沒有計劃 我們沒有預案沒有計劃的話 什麼東西都動態研判呢 其實給市民的感覺 實際上也是如指 就是見步行步 頭痛衣頭 腳痛衣腳 然後什麼東西都是責任不在官方 很多時候社會也不知道下一步想怎樣 到今時今日 我們經歷了又拱固期 又穩定期 又清零期 又想對政治期 到今時今日 常態防疫期 到底我們有什麼措施 剛才杜先生都講了很多市民的心聲 有很多中小企跟他們講 到底政府下一步想怎樣 現在 直接叫穩定了下來 OK 進入一個常態化防疫 常態化防疫 有什麼東西呢 很簡單 中小企經常問一個問題 如果出現一宗疫情 澳門是不是要從頭開始 由政治期開始 又要鞏固期 又要穩定期 澳門那個實際 承受的能力是有多少呢 是一宗啊 兩宗啊 十宗啊 一百宗還是一千宗 還是怎樣呢 我在講的承受能力 或者社會在問的就是 到底 我們常態防疫 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要執行什麼呢 我們社會要求的就是 一個 承問的 公開的 大家都知道的 跟著 政府 在這個方案之上 作之動態研判 這個才有意義的 並不是 什麼都不知道 開記者會的時候才講 跟著半夜 十二點 十一點多 你又發調新聞稿 明天就馬上要做 不行的 朝令夕改 沒有問題 這些全部都是 社會最怕的 最怕的 也是這次最反感的一件事 動態研判 是不是就等於沒有 較完整的規劃 或者量化的推行指標呢 就是怎樣避免 給到市民那種 見步行步的一種 不安感呢 大醫生 是 剛才有市民提到 岳哥都提到 我們要早些做好計劃 好下下動態研判 其實計劃我們一早做了 全社會都知道 我們一早都做了一個應變大型 大規模的新冠肺炎疫情 應急處置預案 這個預案 在我們今年的疫情之中 真的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大部分所做的事 都是根據這個預案去做的 各項的防疫措施 包括一些社會管控的措施 大規模的流行病毒調查 排查 檢測 還有一些 大家看到我們的澳門彈 隔離治療設施的準備 日常的交通 生活配套 15個小組運作 其實都是跟隨這個預案 但是為什麼要動態研判呢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一本通事看道路 內地都有一個很完整的預案 但是國家這麼大 每一個省 每一個市 每一個地方發生疫情 它都是要有自己的 一個動態的調整 當然我們肯定 就要看回當時的情況 去做一個調整 就好像我們做醫生一樣 其實我們做醫生 我們很多教科書 本本書都成尺後 但是我們是不是 只看著那本書 適醫病呢 不是 每一個病情 每一次呢 我們都要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 才能開到有效的藥方 如果你跟著那個處方 輸到這樣寫 你就這樣寫 其實是醫病的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抗疫都是這個意思 希望每一次 疫情的實際情況不同 採取不同的一些實際的措施 剛才一慶瑜對於剛才幾位聽眾發表的言論 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因為疫情緩和下來之後呢 其實給了我的感覺呢 都是有點失望的 特區政府的回應 其實社會經過今波疫情之後呢 確實在各個方面 受到很大的傷害 無論在經濟方面 情感方面 或者生活方面 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們希望呢 特區政府真是 認認真真去做一次 比較全面客觀 開城報公的檢討 但是 到這一刻呢 我們都是未見到的 社會上有很多人 都很感謝前線 很感謝義工 這個事實 他們真的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們是需要感恩 都很感謝他們的付出 但是我們不應該整天都將這件事 要提這件事出到來 而掩蓋了特區政府在這次疫情 他們方面的措施 無論是預案的制定 時機的判斷 實際執行的問題 那個承擔 那個責任等等 我們完全不說 很多時候就輕輕大過 還有種感覺是自我感覺良好 都做得不錯啊 愛你還讚我們 這些其實跟社會的觀感 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我們就是見到前線這麼辛苦 見到義工這麼辛苦 市民又受苦 包括我們 剛才我批評的高官 或者各級的官員 我知道他們都很辛苦 他們日夜夜都在做著 我沒有說他們不盡力 他們都盡力 我們就是要檢討 為什麼高中低 前中後 上上下下都這麼辛苦去做事 都這麼辛苦 希望盡頭去搞定的疫情 但是我們的疫情 就是搞不定 各方面都受苦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檢討的事 並不是在這裡 將一些喪事變成喜事來辦 爭 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我們說問責要追究 要研究那個問題 就是要防止類似的問題再次出現 並不是說要哪些人下台 要哪些人什麼 有責任的當然就要負 但是我們更加需要的就是 避免這些不好的事再次發生 這個才是 我們要做一個全面檢討 還有要找回問題 根本的原因在哪裡 有責任要負責任 這些才是根本的原因 好 我們下一次回來繼續談 由前線或者義工們他們的表現 其實社會是看得到的 讚揚 大家都讚揚了 我覺得適可而至就OK 大家都心領神會 有很多前線的義工 有很多前線的人員都好 包括醫護人員 保安、消防等等 其實他們工作是辛苦 但是他們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 服務澳門社會是應有之義 他們都很樂意地去做 令到他們最心煩 又或者他們最不滿的 不是因為工作辛苦 不是說出了多少汗 而是因為有很多高層的政策 招令直改 有很多事情不知想怎樣 或者有很多溝通不足 令到他們做事其實沒有效率 兜兜轉轉 而且有很多的情況就是 他們官方自己都不知想怎樣 令他們白白做多了很多沒有用的事情 浪費了人力、精力 更加一件事是心累、心累 所以我們如果真正要幫助前線的人員 幫助義工 令到他們的工作更加好 令到他們的工作更有效率 令到他們不用那麼辛苦 不用出那麼多汗 可以達到一個更好的效果 這個才是更加重要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全面的調查檢討 繼而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支持他們 並不是一些很空泛的讚美 一些很矯情的讚美 一些政治表態式的讚美 或者一些接order式的讚美 這些讚美對改善整個防疫工作 是毫無幫助 對前線人員來說 或者對整個特區政府的防疫來說 過多個讚美 空泛的讚美 矯情的讚美 政治式的讚美 或者接order式的讚美 這些是唐醫毒藥 當然因為澳門廣場節目時間有限 有很多事情都還沒說 其中一樣就是科學性 大醫生在節目的尾聲裡 都回應了打疫苗的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和第四針 之間的分別作用在哪裡 我覺得這些就是科學 我說出來有理據 大家就順便順便服 但是在今次整體的防疫來說 我覺得特區政府的防疫方案 或者他們所謂的防疫政策也好 是不夠科學 或者有科學 但是他們沒有公開去說 所以令到社會有很多質疑 譬如今早大醫生說了很多 關於今次防疫的數據 例如總共有1821張佔總體人口0.3% 當中有60幾%是沒有症狀 有30幾%是有症狀 佔總體人口多少 這些數據是OK 但是對整個大眾來說 意義不大 因為這些數據說了出來 它的意義在哪裡呢? 我相信大醫生他們的團隊 都是專業的科學 但是你要講清楚 你要向社會交代 到底0.3%或者60幾% 它背後的意義是怎樣呢? 說明了些什麼問題呢? 是好了?壞了?還是怎樣呢? 澳門和其他地方比較的情況又如何呢? 我們要交代每一組數字 背後的意義的作用 才是一種科學的表現 不是說只是醫生知道就OK 不是說當局知道就OK 但是我們更加要讓的就是社會知道 這些才叫科學 這些才叫公開透明 你公開透明的話 社會才可以配合 明白特區政府是怎樣 醫生他們的思維是怎樣 我們才可以更好地配合 並不是拋了一堆數字 這些數字對我們這些非專業的人來說 真是一堆數字 並無意義的 所以特區政府要講的是科學施政 防疫也要講科學 也要講成本 特區政府就是要講清楚 到底每一組數字 背後的意義 另外關於防疫的問題當然有很多 例如成本的問題 我們做任何事情 特別是公共行政 我們不可以說一句說話 經常都說 不惜一切 不計成本 去達成一些目標 這些我覺得 在公共行政來說 是不對的 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要講成本 要講成本 要講成本效益 要講職效 用最少的資源 去達到最大的效果 這是公共行政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可以什麼都不交代 我們也好 很多社會人士 或者很多市民都很關注 到底這波防疫 特區政府用了多少錢 每一次的全民核檢 用多少錢 我們的成本如何考慮 所以大家知道 澳門的賭收已經大跌了 庫房不停地縮水 大家對庫房 對公帑的運用 現在都已經相當關注了 每一次防疫 我們要用多少錢 大概要用多少錢 口罩等等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公帑 特區政府有義務 要美清一條數 向社會交代 而社會也有資情權 立法會這方面 應該要跟進的 一說起問責問題 各級的官員都是一副嘴唸的 就是知不已對 不肯直面這個問題 這方面其實社會相當失望 我們都說 不是說每次都要有人下台 如果真是很大件事 下台就下台 但不是每一件事都足以下台 肯定是有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情況就有不同的處理 關鍵的就是我們要找出問題 的癥結所在去解決它 不要有類似的問題再一次發生 這才是問責的最主要精神 並不是現在 特區政府這樣 犯左右而言 他永遠都是這樣 最簡單一句 問責不要緊 你提出來 你覺得誰要問責 你提出來 並不是這樣 平情而論 你說要誰下台 要誰問責 很簡單 說出來就是 隨便把人出來 司長也好 局長也好 特首也好 副局也好 要說出來很容易 問題就是 我們希望有理有據 我們這些民間人士都覺得 隨便說個名字 隨便說個人出來 就要去問責 未必是公平 未必是科學 麻煩 你就要做 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做一個全面的調查 一個檢討 找到問題所在 我們便知道 誰應該要問責 誰應該要負責任 甚至 哪些人是要表揚的 都可以做的 你不做調查 不做檢討 你叫社會 找個人出來問責 我覺得這些不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正正想解決問題 就是需要政府檢討調查 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 為何會犯錯 該問責的便問責 這些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並不是社會的責任 並不是把那波推翻給社會 推翻給議員 你說吧 你交人給我 你說出來 這件事是完全 我就很難去接受 關於防疫的問題 其實相信還有很多總管問題 是可以去說的 不過時間所限 這裡就簡單說到這裡 坦白地說 疫情 我覺得還未來澳門而去 難部一天 也會捲土重來 所以相關疫情的情況 大家都是高度關注 希望特區政府 真的做一個很全面很深刻 開城報公的檢討 解決真正的問題 並不是在拖多拉拉 在爭氣 今天就簡單說到這裡 歡迎大家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按讚我 為了分享給你的朋友 拜拜